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毁天灭地的连环爆炸 三座城市突发九起连环爆炸 受到袭击的地点 包括首都克伦坡等地的四家酒店 三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 截止到目前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件 死亡人数上升到359人 其中包括三名丹麦公民 丹麦首富四个孩子中的三个 不幸在爆炸当中罹难 这是斯里兰卡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恐怖袭击 那些还在教堂祷告的信徒们 活动刚进行一半 就被巨大的爆炸声惊倒 几乎没人能够逃出去 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时 教堂内已经倒下一片 血流成河了 同样的事情 还发生在斯里兰卡 其他五个教堂和酒店内 整个屋顶被炸穿 地上都是带血的碎片 和被炸烂的椅子 埋葬进一片废墟里的 还有正在前程祷告的信仰 生命如此脆弱 这些无辜的人 上一秒还在前程地 祷告世界和平 下一秒 却已经伸手易处 血绕模糊 惨绝人寰的现场 救护车呼啸而过 在灾难面前 不知所措的幸存者们 只听见世界 轰然倒塌的声音 看着至亲好友 在自己的面前 炸成碎片 可是 除了痛哭 连话都说不出来 令人难以想象 在这样和平的年代 竟然也会有如此 惨绝人寰的事件 真实上演 要知道 这个一天爆炸 九次的斯里兰卡 曾经可是一个 天堂一样的国家呀 斯里兰卡 世界前五名的 宝石大国 这里有世界上 最长的沿海岸线铁路 距离印度洋 只有一米 你可以坐在车上 静静欣赏海景 这里还有世界上 最美的高山火车线 穿行在云雾 缭绕的山野茶间 告别城市的喧嚣繁杂 斯里兰卡人 还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大象孤儿院 专门收留那些 无家可归 不小心掉进深坑 脱离象群 身体有病痛的孤象 悉心照料 斯里兰卡人脸上的微笑 给到我们最大的治愈 更重要的是 斯里兰卡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 角膜捐赠国 他们累积向国际眼库 捐出至少16万枚角膜 并且每一届总统都是捐赠者 很多濒临失明的中国患者 得以重新恢复光明 靠的就是斯里兰卡人 捐赠的眼角膜 斯里兰卡总统甚至说过 如果中国需要 我愿意把我的角膜 捐献给中国 这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里 有110万人主动签字 表示死后愿意把眼角膜 捐献出来 帮助那些陷入黑暗的人 重见光明 2007年 时任总统拉甲帕克萨夫 访问中国 就带来了珍贵的 两枚角膜的国理 2013年 斯里兰卡国际眼库 和中国四川的 爱迪眼科医院 签署了协议 在未来十年中 每年至少向四川地区 捐赠500枚角膜 2014年9月 斯里兰卡国际眼库 又移交了十枚角膜 作为国理 从那时起 福建 每年都能收到20枚 来自斯里兰卡国际眼库的角膜 2016年 山东六名患者重见光明 完全是因为那五枚 来自斯里兰卡的宝贵角膜 从2017年开始 斯里兰卡 每年还赠予山东角膜 约500至600枚 而除了眼角膜 我们一直都接受着 来自这个美丽岛国的善意 2008年四川地震后 斯里兰卡第一时间 向中国捐赠了 1277顶帐篷 还有110万美元的物资 或许对比其他国家 比如韩国的100万美元 物资援助 阿尔及利亚的100万美元救助 你觉得他们给到的不多 但是 如果你知道 斯里兰卡整体的经济 处于财政赤字 却依然出人出钱 来帮助中国 你还会这么想吗 这个国家 一直都用自己 最虔诚的热情和善意 对待着这个世界 而现在 天堂瞬间沦为地狱 那个爆炸的 圣塞巴斯蒂安教堂 曾经 阳光穿过房梁 照进教堂 一切都是那么圣洁美好 而如今 教堂毁于一瞬间 成了人间炼狱 大街小巷 早就不是当初的模样 爆炸 嘶吼 哭泣 绝望 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 所有的斯里兰卡人 都陷入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中 没有人知道 他们应该怎样承受 这种国家之伤 等待他们的 似乎只有迷茫 无助 硝烟弥漫 无数失声痛哭的那些分秒里 泪水 模糊到 看不到黎明到来之前的微光 然而 正当斯里兰卡的人民 水深火热之时 当看到爆炸的新闻 看到那些悲伤痛苦的画面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不是悲伤 也不是怜悯 而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斯里兰卡爆炸 甚至没有 吴亦凡的新歌发布有热度 就像网上的段子写的那样 一个疯子说 我要去炸死一个斯里兰卡人 顺便烧了巴黎圣母院 大家惊愕 你为什么要去烧掉伟大的巴黎圣母院 疯子说 你看 我就知道没人在乎 359个斯里兰卡人的死活 巴黎圣母院大火和斯里兰卡爆炸 前后只不过隔了六天 前者举世悲痛 人们纷纷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悼念惋惜 可是斯里兰卡的爆炸声 却从未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因为相比于巴黎圣母院 这种璀璨的人类文化遗产 在大火中损毁的遗憾 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存在感微弱的岛国 发生爆炸 实在是微乎其微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组数字 2000万 110万 7万 14万 359 第一个数字是斯里兰卡的人口 第二个数字是斯里兰卡志愿捐献眼角膜的人数 第三个数字是斯里兰卡向其他57个国家捐献眼角膜的数量 第四个数字是因此而重建光明的人数 最后一个数字 让所有人同心 是这次连环爆炸中死去的斯里兰卡人 那些曾经一直在努力积德行善的人 如今却炸裂在废墟之中 随着世界一起沉默 所以 在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的画面时 听到那句无关痛痒的 斯里兰卡爆炸和我有什么关系 死了359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感到难过 人们在漠视 人们在冷眼旁观 甚至有人还不惜像看热闹一样的调侃 把爆炸和当地的人民束手无策的状态当成笑料 可在我们漠不关心袖手旁观时 会不会也偶尔看到新闻 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受尽磨难 却依旧微笑 而感到一丝动容 会不会在某个去医院的路上 想起曾经那成千上万 无偿捐献眼角膜的斯里兰卡人民 会不会也想到 那热切盼望着 更多中国人能看见光明的善意 那些即使身陷困境 仍然希望给灾难中的中国人 一点善意 一点温暖的斯里兰卡人 也许 在那些已经家破人亡的人们当中 他们的孩子 亲人 正是曾经把自己的眼角膜 捐献在中国的那一个 也许 那个在爆炸中丧生的小姑娘 她的眼角膜 已经做好了 向中国病患者移植的准备 更可能 我们身边有那么一个人 正在戴着斯里兰卡的眼睛 正欣赏着这五彩斑斓 多姿多彩的世界 所以 我们又怎么忍心 忍心看着那些 已经流离失所的斯里兰卡人 在旁人感慨万千时 冷冰冰地说一句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 深知的道理就是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听过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有一个书生 他一路进京赶考 一路帮扶于人 身上所有的盘缠 差不多都留给了 那些贫苦的人们 直到有一天 他仅剩的银两被偷了 不得已 只能询问路人 谁可以借他一些铜钱 可惜 没人理他 人们反而都在笑他 说他是一个穷酸书生 书生失望了 瞬间 便觉得 人心怎么如此冷漠 路过的和尚看到了 便拿出自己身上 刚刚被施舍的几口十两 分给了书生 小徒弟不解 问师父 我们自己都吃不上饭 为什么还要帮他呢 师父回答 天下熙熙攘攘 皆为利耳 我利于他 他肯定利于众人 众人利于我 我不利他 谁肯利我 我帮助了他 他才会有信心 去帮助更多人 这样 其他人也会来帮助我 不要让善良的人含心 善良是会传递的 总有一天 会传递到你的身上 可是当善良不被看见 当善良的人们 用力所能及的善意 来对待这个世界 可最后 换来的 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忽略 无视 究竟是这个冷漠的世界 让他们含了心 还是那些自以为 跟自己无关的人们 含了心呢 洪水退去 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成为一座孤岛 而当我们能享受的光明 曾经也是他们的光明 当我们能享受的温暖 是他们也本应该 拥有的温暖时 我们已经成为共同体 因此 不要问 丧忠为谁而明 他也为我们而明 愿你我 别让善者含心 多一些 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吧